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在想你老婆或女朋友 这也是一种很惯性的想法 虽然找人错处是比较容易 因为你永远对目标能够达成 终点永远只有一个 你条路多长,马拉松是终点 你不能跑10km,21km,42km 你都是过终点,过一刻才知道自己过终点 但中间这么长的路 其实可以找到问题的地方是太多 而官方机构就是找问题的机构 所以完全是没有难度 最重要是上次我上一集讲过 他们的尽职审查基本上都很粗疏 基本上告诉你 我们是免责的 我们估计,因为循庆估计的原因 你听了就算了 但既然是这样 为何这么多人都相信 而又去沽货呢 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人性比较贪婪之余 就比较恐慌 一旦是很贪婪,一旦是很恐慌 很多基金经理 特别是人 一旦是跟风 一旦是害怕 一旦是害怕什么呢 所谓执书行头惨的败家 即是我扔辞了 我不要紧 扔辞了其实是基金输少少 但可能是一个基金经理 而不是一个基金经理 控制整个基金 因为楼下有一些 Trader 即是操板手 负责落盘的人 即未必是一个人 那个人做错了决定 可能是雷传家 最重要是被老板骂 投资者没有机会骂你的 从来没有一个投资者 能够成功骂到一个基金经理 放心 最多骂到叫他买基金那个银行的职业 有人说叫我买 帮我看着的 是看着他跌 接着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基金经理 一听到 混水打算公布 某某公司做假数 做得差 其实如果你有看过 PPT 其实很粗疏 每一版五行英文字 图画都没有张 但是那些人都相信 因为怕执书行头 比败家 我沽迟了 又被老板骂 投资又输多了 真的也好 假的就惨了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为什么永远市场跌 都会快些 其实这个很简单 可能你看到这里 你都明白 首先怎样会让市场升 市场要升 首先要通过一个交易 交易 交易就是什么 我卖给他 他卖给他 买来买去 买来买去 当然 如果大家都知道的 A B C D E 买来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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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价格上升 这个俗称 在香港交易所 或者证监会 都是严格 不准许的 犯法 但是市场的价格是需要成交来配合的 所以一定是有成交才能让价格上升 所以永远就算大行出报告告诉你 我60天内认为某只股票会升 但是它也会升得很慢 因为你要吸引投资者进场 还要通过一定的成交 你才可以上升 跌是完全有一个概念 怎样令到一个东西跌下来 很简单 没有成交就可以了 前者是需要有成交的 但是跌只需要没有成交就可以了 只要长期不成交 价格就会维持在一个 某一个局面 然后只要有一口价 成交比之前的口价 价格下跌下来 而时间上也不需要其他投资者去承托 因为价格上升也要不同的投资者承托着盘 但是只要大家不买 一直放 就算价格没有人成交 你只要不停在这儿放 不停在这儿放 不停放一个越来越低的价格 价格也会自己 3-4的跌下来 所以这个最大的分别就是 为什么沽空机构 每一次感觉上 力量应该这么澎湃 因为跌根本就很容易 你根本就不需要一个任何很强劲的成交都可以显示到一个跌的情况 即情况就像97年的楼市一样 97年的楼市不一定是大家赶着沽货的 当然了 你银行杀一层仓 召唤楼案 令人害怕了 然后大家赶着心歉 开始就怕卖不出卖不出 看看谁先失手 谁心灵上失手 突然间给了第一个选择 我减100万 那市场就开始跌 但你要去升 当然都可以很快 但你升 你没有成交 人们就说 有价没有市 诸如此类 所以升 就要通过成交 等等 所以永远都会难 这就是为什么 做这个沽空机构 比做大行 所以沽空机构其实是需要 必需要有牌照 我觉得 你也是用了一个报告出来 去引导投资者 无论你是对还是错 当然你也是有 Due Diligent 等等 你没有理由 跟你四号牌的建议一样 你四号牌就是 就证券交易提供建议 就一间上市公司的证券交易 提供了一定的建议 当然 很多时候 我们分析员有些 财经人士都是没有牌照的 都可以在 报纸上 可以说某间公司好或者不好 当然就不可以 就证券的交易 做一些执行为提供建议 但是你沽空机构既然有这样的能力 最重要是对一般 他们赚钱的方法 都是靠自己去沽 而唱水间公司 所以有可能就好像敏华那样 我看到你做假数 不然有可能好像 瑞星那样 我看到你做假数 但是人家澄清了 你这些假数 你根本就没有来问过我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要买跌 是比买升 如果看完两集 你发现买跌 比买升 是容易得多 你找错处就容易 你沽又不用 有什么能耐 无人敢买 市基本上都可以跌 我们今集分享 沽空机构的角度 就是这么多 有什么 喜欢我们Sky Pan channel 无人正经的欢迎提问 和分享我们的 短片到我们的Facebook 今集就这么多 拜拜